第十一章 过河拆桥 忘恩负义 西姐姐你知道 我可没什么本事 只怕你找错了人宋云昭丑话说在前头 不管是宋清汉还是宋叶熙 两人不能说半斤八两 其实也相差无几 她一个清白无辜的大姑娘 可不想一脚踩进泥潭里 做个吃瓜群众看大戏不香吗 再说 她在三房不受宠 宋叶熙又不是不知道 这个时候来找她 也未必就存了好心 这一回没有她这个倒霉鬼在 她倒是要看看宋清汉还要算计谁 宋叶熙还能不能隔暗关火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宋叶熙听了宋云昭的话浅浅一笑 眉宇间没有丝毫不悦 拖起茶盏抿了口茶 这才不疾不徐地说道 我只是想着伯府那边我不熟 等那日过府 还想要请昭妹妹多照看一二 宋云昭做出一副松口气的样子 这点小事算什么 那自然是可以的 不过 汐姐姐 我也是第一次去伯府 两眼一抹黑的 若是有什么错处你也担待着 反正她也不会去 嘴上硬文又不会少快肉 而且 她觉得宋叶熙这话不是真话 应该是之前自己拿话赌了她 她就顺势改了要求 咱们姐妹互相扶持 哪里有什么对错宋叶熙敏唇孝道 宋云昭摸不清楚宋叶熙的打算 决定装傻跟着傻乐 等把宋叶熙送走了 宋云昭这才责了一生 放在后世不过是一群初中生而已 结果人人都有八百个新年子 穿越不好混啊 宋云昭心里打定主意 但是谁也没说 赵就该做什么做什么 因为要去伯府那边做客 还得蔡氏提前去伯府 跟伯夫人商议章程 所以大夫人就接过了 给府里姑娘们做新衣打首饰的活 宋云昭跟着做了两身新衣上 还得了一套新首饰 大夫人给她的东西可比菜市厚的 衣裳是好料子 首饰是京城如今最流行的款式 用料十足 纸今拆上那颗珍珠都有拇指甲盖大 她看着就喜欢 这都是小钱钱啊 谁会不喜欢钱 只是她本来就是姐妹中脸最美的 现在又给她做了这么出彩的衣裳 打了这么漂亮的首饰 沐秀于林封闭催之啊 大夫人未必就安了好心 这是要把她竖成靶子 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放进香笼里吧 宋云昭对着匠香说道 匠香瞧着姑娘不怎么开心的样子 就道 姑娘 您不开心啊 这衣裳跟首饰可都是最好的 等去了伯府 姑娘肯定能让伯夫人喜欢 只要伯夫人喜欢 参选的事情就多了几分把握 这不是好事吗 匠香这话音一落 倩草正好打帘子进来 鼻子里哼了哼 我看着你是高兴的傻了 你也不想想 咱们夫人眼里只有大姑娘 大夫人一心为了五姑娘 咱们姑娘这么出彩能是好事 匠香一愣 随即就怒道 大夫人怎么能这么做 当初这件事情 还是姑娘给她递的信 这不是过河拆桥 忘恩负义吗 倩草也是愁眉不展 姑娘怎么就这么难 一个个的都没把姑娘放眼里 也不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才能来京 等老爷来了姑娘的日子就好过了 宋云昭听着俩丫头替她委屈 她心情不错 穿越十几年 别的没干成 至少养了几个心腹出来 也算是成功人士了 天色擦黑的时候 骆妈妈进来回话 姑娘 夫人跟大姑娘回来了 刚进了二门 大夫人那边的管事妈妈就来请安了 宋云昭微微汗手 看着骆妈妈说道 不用再打听了 事情应该已经定了 骆妈妈既欢喜又担忧 叹口气说道 姑娘 您到了伯府可一定要谨慎小心 尤其是要防这些大姑娘 伯府那边的楚大姑娘 也不是好相遇的 您又生得美 可不能大意了 豪门大宅里 什么龌龊事情都有的 宋云昭点头 骆妈妈说的没错 宋清汉故意在楚玉瑩面前 夸她美貌如仙 博学多才 是家中姐妹最出彩的 若是参选 必能拔得头筹 因此楚玉瑩还未见她先厌恶起来 故意找了个世家中 家是不错 但是却品行浪荡的 在她去伯府复宴时 故意撞了她 偏两人滚在一起时 楚玉瑩带着人就到了 抓了的现场不说 还故意抹黑她 不知廉耻 故意勾引男人 男方家是显赫 宋家招惹不起 而且伯府这边 因为是楚玉瑩出面 伯府人也不好出面周旋 所以楚玉瑩算准了 原主要吃这个大亏 哪知道原主性子裂 在家里就跟菜式 还与宋清汉对着干 现在吃了这么大的亏 知道自己前程可能已经毁了 索性破罐破摔 不仅把撞了她的男子 狠狠踢了脊脚泻份 差点把人打成太监 还扑上去把楚玉瑩给打了 正因为原主这么疯狂 为自己出气 反倒是让人相信 她可能是冤屈的 此时宋清汉又站出来 为原主说话 做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 将楚玉瑩衬托的 阴狠恶毒 这件事情 原主毁了声誉 楚玉瑩伤了脸面 反倒是宋清汉的尽了好处 宋云昭想到这里就乐了 这一回 她不去伯府 就看宋清汉如何收场 果然 没多大功夫 正月那边就过来传话 明儿个要去伯府做客 让她早些做准备 等到半夜 宋云昭悄悄起身 将窗子打开 她坐在窗前 吹了半个时辰的凉风 重春的夜晚 还有几分寒凉 她只是想来一场小感冒 可不想送自己一场 风寒大礼包 所以估摸着明早 轮微微发烧 就立刻关了窗户 回去躺着了 第二天一早 宋云昭果然面颊发红 额头发热 骆妈妈吓得立刻 跑去正院那边 让蔡氏给请郎中 蔡氏正忙着去伯府的事情 一桩桩事情吩咐下去 嘴巴都要冒火了 结果现在宋云昭 又给她添麻烦 口气自然不怎么好 当场就把骆妈妈给训斥了 骆妈妈连忙请罪 求着蔡氏先给请个郎中 过府看病 蔡氏黑着脸 让人去请郎中 又怕是宋云昭出什么幺蛾子 就想着亲自过去看看 正好遇上宋青汉 得了消息过来 母女俩就一起来了 哪知道他们前脚进院子 后脚大夫人带着宋云昭 后头还跟着个探头探脑 略有些猥琐的宋景轩也到了 第十二章 看谁干过谁 蔡氏沉着脸一进门 看都没看宋云昭一眼 就先把屋子里服侍的人 多训了一顿 宋云昭知道蔡氏不痛快 就想给她添堵 故意当着她的面 训斥她的丫头 就是要下她的脸 宋云昭狠狠咽下这口气 她现在没 有亲爹撑腰 能忍则忍 总有一天她会扬眉吐气 让蔡氏后悔莫及 偏心无视打压这种技能 不管前世今生 都一样令人厌恶 等到蔡氏 想要把人拖下去打板子 宋云昭准备出口时 就听着大夫人说话了 三弟妹 孩子病了 你不急着看孩子 先处置这些下人做什么 你处置了他们 谁来服侍云昭 倒不如让他们带罪立功 再说今日去伯府才是正事 不要担个时间了 酱香跟茜草是个机灵的 立刻连连磕头 都是奴婢们的错 是奴婢们没能照顾好姑娘 我们一定好好服侍姑娘 让姑娘尽快康复 宋云昭微微松口气 大夫人这话来得及时 不然凭她未必就能保全几个丫头 不挨板子 她也是没想到菜式这么不给她脸 得了机会就要让她难堪 真是低估她做人的底线了 大夫人上前一步 看着宋云昭通红的小脸 满面怜惜地说道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会儿病了 可怜见的 你好好养病 放宽心 早些好起来才是 多谢大伯母宋云昭的嗓子 也有些低呀 说出来的话有气无力 眉眼间带着几分懊恼后悔的样子 都怪我昨个贪凉 在狼言下多玩了惠儿 大夫人心情自然不错 她本来就不希望宋云昭去 长得太好了 她往那里一站 谁还能看到叶熙 没想到她自己不惜福 是个没福气的 偏偏这个档口病了 菜式瞧着大夫人 在她面前充慈母 倒是把她这个生母比下去了 脸色更加不好看 心情不好 看着宋云昭更堵心 你说你从小到大 做什么都不让人省心 这么好的机会 偏偏你自己不知道珍惜 果然是个没福气的 宋云昭 捏着鼻子忍 宋青汉一双眼睛 瞧着宋云昭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想了想开口说道 娘 三妹妹也不想生病的 您也说了这样的机会难得 我瞧着 倒不如让三妹妹 跟咱们一起去 到时候只在宴会上出来 给伯府的长辈见个礼 然后就让姨母 安排她去休息怎么样 宋云昭是真没想到 这个时候宋青汉 居然还不想放过她 这事有多恨她 就这么急着让她去当炮灰 宋云昭倾壳一声 有气无力地道 大姐姐 你莫不是忘了 得了风寒不好见风 就这么出去走一圈 只怕命也丢了半条 你姐姐也是为你了好 为了你的前程考虑 你看看阴阳怪气说的什么话 你对得起你姐姐的一番好意吗 菜式不越训斥 宋云昭今儿各一忍再忍 忍不了咬着牙忍 这会儿真的忍不下去了 和这宋青汉放个屁都是香的 她说句真话就是不怀好意 阴阳怪气 母亲说的是 在您眼里 我还不如宋青汉脚下的一棵草 你处处看我不顺眼 便是病了 你大女儿让我出门我也得去 便是死了也是我活该 早知道在你心里 我这般命贱 当初何必生我 咬着牙 掐着手 也踏马忍不了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看我不打死了 菜式摸起床头上的茶盏 就扔了过去 宋云昭一片头躲开 要不是不躲 这茶盏砸在她的脸上 怕是要毁容 你想打死我 也得问问宋家的列祖列宗 同不同意 我是宋家族谱上的嫡女 是我爹爹的掌上猪 等我爹爹回来 我就跟爹爹说 我要绞了头发做姑子去 这家里容不下我了 我亲娘要杀我 打我生下来 你就不疼我 我知道你想要儿子 骗我是个女儿 没能让你压下车 一娘一头 你恨我 厌我 处处压制我 你是长辈 我是小辈 我都忍了 谁让我孝顺 想着只要我处处顺从你 你总能对我好一些 是我错了 既然你恨不能杀了我 我就不碍你的眼 你放心 等我爹来了 我一定会把事情 说得清清楚楚 咱们母女这辈子的 缘分就尽了 便是大夫人这样 泼辣的人 都被宋云昭给吓到了 我的天啊 这丫头是真的疯了 大夫人立刻把屋子里 服饰的人都撵出去 起身上前把 宋云昭揽进怀里 好孩子 你这是病了 满嘴胡言大 伯母知道你病了不舒服 这是说胡话呢 宋云昭被大夫人 愣进怀里 她不想哭 但是架不住 园主的眼窝有点浅 委屈有点大 眼泪有点止不住 她知道大夫人 这是想要替她遮眼一二 想要用胡话压下去 但是她竟然闹了 不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绝不明经收兵 蔡氏被宋云昭当众揭了短 将她心底深处 那点见不得人的心思 全都扔了出来 此时又惊又怒 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宋云昭忙上前扶住母亲 看着宋云昭道 三妹妹 你怎么能如此顶撞长辈 你快些跟母亲请罪 不然我也护不住你 宋云昭从大夫人怀里起来 看着宋云昭吃笑一声 这话说得当真是好不要脸 你跟我姐妹这么多年 我可没见你护过我一次 咱们都是嫡出 这些年 你有的我没有 你没有的我也没有 我有的你一定要 怎么你得了好东西的时候 不见你问一句 母亲 我怎么没有 她无缘无故训斥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替我分辨一次 她带着你出门做客 把我扔在家里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为我说话 这么多年 这些事情是发生了一次两次吗 你是眼瞎了吗 我武逆长辈 你有本事去官府告我武逆 我就将我在宋家这些年的处境 统统说个干净 请官老爷断个是非对错 是杀是寡我都认了 我敢 你们母女敢骂 宋云昭知道 蔡氏母女自然是不敢的 不是告不赢 而是一旦蔡氏为母不辞 宋清汉毫无手足之情的民生出去 就算是宋云昭忤逆之最落实 他们也一样逃不了好 这年头民生就是一把刀 谁家不是里头乱成一遭 外头还维持光鲜亮丽的面子 宋云昭就是拿准了这一点 大约人一旦生病的时候 就很脆弱 委屈也会无限放大 虽然他不是原主 但是他毕竟刚生下来就穿了 所以记得蔡氏在他小时候 说的每一句话 一下子闹这么大 宋云昭也不想 但是到临头 他也不会退缩 闹都闹了 只得一条路走到黑 看谁干过谁 第十三章 闹 闹得越大越好 宋云昭原本的计划里 并不是现在跟蔡氏撕破脸 而是要等参选后 因为参选后还有个节点 朝廷广选秀女充赢后宫 安抚皇帝是贵妃之痛 所以宋家几个女儿都有了机会 但是宋云昭这张脸实在是太出色 蔡氏生怕他压了姐姐的风头 所以就要求宋云昭不参选 但是原主没答应 所以蔡氏又要求原主不能抢了宋云昭的风头 原主为了能顺利参选 咬着牙答应了 但是他没想到宋云昭比蔡氏更狠 进攻后根本就没给他机会 在狱前露面 干脆利落地利用秀女之间的矛盾 把他给收拾了 他是打算等蔡氏提出 让他给宋云昭让路时大闹一场 那时父亲这个外援也已经抵精 他就有把握能从蔡氏手下顺利脱身 但是事情都发生了 懊悔也无用 好在这里还有个跟蔡氏不对付的大夫人 真是反了你了 打小你这性子就恰奸好强 你姐姐处处让你 如今倒被你出口诬陷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简直是要气死我蔡氏虽然被气狠了 但是大夫人还在这里 他要脸不能让宋云昭给他泼上一盆脏水 让大夫人看他的笑话 就只能把宋云昭狠狠地压下去 宋云昭听了蔡氏这话 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了 要把所有的错事都压在自己头上 把他跟宋青汉摘出去 他们是清清白白的好母女 她就是个恶毒心狠的不孝女 宋云昭已经没了退路 亲爹这个外援还不知在哪里 只能紧紧抓住大夫人了 他猛地跳下床 一把抓着宋青汉就往外拖 你要做什么 放手 宋云昭亲着一张脸 黑漆漆的眼睛盯着蔡氏 看都不看宋青汉花容湿色的脸 伸手就把自己装联盒给打开 大伯母您看看 这里头就是这么多年 我母亲给我值班的首饰 我今天就是豁出去这条命 也得给自己这么清白 母亲说我不知足 宋青汉说他最公道 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宋青汉的装联盒 衣裳香 说到这里 宋云昭死死地拖着宋青汉走了几步 伸手就把自己的衣裳箱子推倒在地 砰的一声 箱子落地散落开来 里头滚出一团半星不旧的衣裳 颜色素淡 只有一两件稍微鲜亮一些的衣裳 看看 这就是我的衣裳 宋青汉天天有新衣 我却要穿这些破烂 宋青汉你的公道呢 这两件新衣还是大伯母给我做的 若是做新衣的事情母亲接手 只怕我这里得到的还是这些破衣烂衫 宋云昭憋着一口气 谁也劝不住 从窗台上摸了一把平常做针线用的剪刀开路 吓得一众人拦也不敢拦 就怕那简子招呼到宋青汉的脸上 宋云昭硬实拖着宋青汉去了他的院子 将他珠光宝翠的妆帘狠狠地砸在地上 将他的衣裳箱子全都打开 宋青汉的珠宝首饰渐渐精美 只是欠宝石的赤金簪子不摇就有七八件 不要说其他的耳环 手串小物件满满一匣子还有满箱衣裳 里里外外都是精美的秀士 只看花样就知道十分用心 这么悬殊便是大夫人没什么心肝的人都忍不住了 三弟妹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宋云昭可不管蔡是母女乌黑的脸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他们的脸皮撕下来 就没打算跟他们和好 他就等大夫人这句话 一把抱住大夫人的胳膊哽咽道 大伯母 我实在是没活路了 金儿个闹着一场 我怕是活不到明天了 我还想跟爹爹到个边 大伯母 你可怜可怜我 给我一个容身之地 等我见了爹爹 谢过他养育之恩 我就一头撞死在宋家的祠堂里 以还今日不孝之罪 蔡氏被宋云昭这话给气得手都抖了起来 你这个孽女 我当初生你下来就该一把掐死你 也好过今日让你丢人现眼 大伯母 你听听 就因为我不是儿子就恨不能我死 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宋云昭哭得那脚一个撕心裂肺 身体发抖 话没说完就两眼一番晕了过去 大夫人一见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三姑娘扶起来 送到我院子里去 大嫂 你这是做什么 蔡氏怎么能让大夫人 把宋云昭带走 大夫人也不想揽事 但是眼下伯父那边 她的叶熙 想要的前程 就不能让蔡氏跟伯父人 联手把叶熙压下去 现在宋云昭闹这么一场 她正好把人留在身边 也算是挟支蔡氏 让她做事小心些 不然等到三爷回来 这笔账怎么算就不好说了 王大了说 这事儿母不辞子不孝 宋家的名声全都砸在了地上 石都拾不起来 王小了说 也就是蔡氏偏心 让云昭受了委屈 只要事后把事情描补上 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门一关 锅盖一扣 谁知道锅里头是什么 煮烂了也就无从分辨了 大夫人是个聪明人 立刻就从这一滩烂泥里 找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落脚地 三弟妹 云昭可是三弟喜爱的女儿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三弟抵径之后 我怎么跟他交代 当初从男女来经 我是答应三弟 好好照看云昭的大夫 人脸不红 气不喘地开口说道 如今你们母女都在气头上 我看着还是暂时先分开好些 正好云昭病了 就先去我那边养着 等三弟回京 这事让他处置 我绝对不会插手的 你看如何 当然不如何 蔡氏本来就厌恶这个小女儿 偏偏他心机深 讨得他父亲欢心 连带着清汉在丈夫面前 都要比云昭退一步 他怎么能输心 现在大夫人又要拿着丈夫来压他 蔡氏岂能高兴 可是大夫人这性子也不是好拿捏的 也不等菜市回话 立刻就让人抬了软轿来 把云昭送回自己的院子里 特意吩咐人 就把我院里的东厢房收拾出来 让三姑娘住 看看郎中到了没有 先给三姑娘整脉 大嫂 你这样不妥当 云昭可是我的女儿 是你的女儿不假 可是也是三弟的女儿 大夫人一句话对回去 三弟妹 三弟很快就要抵经 你好歹让我们跟三弟交代才是 宋景轩眼睛亮的都要冒出火星来 闹 闹得越大越好 第十四章 一定要干成这件大事 他心思一转 看着身边的谢灵狼道 表姑娘 咱们跟着过去安置一下三妹妹吧 三妹妹怪可怜的 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实 等爹爹回来 他也好仔仔细细地分说一遍 迪姆对亲生女儿都这么刻薄 更不要说他这个庶女了 只要谋划得当 说不定能拖宋云昭的福气 让他也从嫡母手中正拖出来 干 一定要干成这件大事 宋景轩想得挺美 但是谢灵狼轻声提醒道 二姑娘 你还要去博府呢 宋景轩一张脸瞬间垮下来 是哦 看热闹过于投入 一时给忘了 不能误了这件大事 怪可惜的 无法火上浇油 真是太遗憾了 另一边菜市被大夫人给气得脑子猛猛的 大夫人全然不管 将事情分派得清清楚楚 给宋云昭请郎中 让酱香欠草几个赶紧过去服饰 又让人背车 准备去博府等大事分派得差不多了 大夫人又让自己身边的管事妈妈 将金儿个看到这副场景的家奴都警告一番 把她留下善后 家生子有生气捏在手里的不用担心 那些临时买来的就得好好处理 找牙婆把人卖到远离京城偏僻之地 就不用担心今日的丑事传出去丢了宋家的脸 大夫人掌管家事多年 这些事情落在她手里 不过是一刻钟的功夫就收拾好了 转过头对着三夫人笑音音的开口 三弟妹 这时辰不能再拖了 不然就失了脸 咱们也赶紧走吧 菜市就很憋屈 看着大夫人连个笑脸也摆不出来 他们三房的事 她一个阁房的伯娘插什么手 偏偏大夫人拿着丈夫来压她 她还真的有些忌惮 真是辛苦大嫂了 这就走吧 菜市冷着脸说道 扶着大女儿的手就往外走 大夫人也不以为意 带上其他几个姑娘也瞬间离开 宋锦萱临走前还看了谢灵狼一眼 但是谢灵狼压根就没回她的眼神 假装不知 等人都走了 府里瞬间清静下来 谢灵狼立刻就往东院去探望宋云昭 郎中刚给宋云昭把完卖开了药方 酱香把药方给了小厮 让跟着去抓药 茜草红着眼睛倒了杯水给姑娘认口 洛妈妈拿着散碎银子 打电大夫人院子里的人 毕竟要在这边住些日子 谢灵狼过来时 就看着宋云昭白着一张小脸 长发披在肩上 眼睛红红的 往日活泼洒爽的样子全然没了 这么瘦小的一团人 看着真是让人心疼 云昭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谢灵狼很是担心 发了烧还大闹这一场 怕是身体这会儿虚得很 你想吃什么 我让人买进来 宋云昭这会儿确实很难受 他虽然穿来十几年 这些年也没怎么感受到 原主的情绪 但是就在今日 他感觉到了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的情绪似乎从他的身上 剥离出去 原主的委屈无奈 倔强别门 让他感同身受 恨不能将菜市跟宋青汉 直接摁倒在地暴揍一顿 他本身的性子就是欲强则强 不服就干 为了猥琐发育 憋了十几年 现在被这种情绪左右 金二哥事情闹成最后这样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宋云昭这会儿 感觉到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瞧着宋琳琅笑了笑 琳琅 你坐 谢琳琅坐在床边的井凳上 金二哥 你可真是吓死我了 我总得为自己拼一把 听到这话 谢琳琅更替宋云昭委屈了 他轻声说道 你别怕 等三爷回来就好了 宋云昭点点头 我知道 就算是爹爹疼我 金二哥我这么闹 也是免不了挨罚的 不过 也未必全是坏事 谢琳琅听到这话 美目一转 立刻点头 对 柳暗花名又一村 也许你能趁机得了自由呢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俩人对视一眼 不由笑了起来 听到屋子里的笑声 酱香几个也微微松口气 没想到表姑娘倒是厉害 这么快就能哄得姑娘开心了 谢琳琅还真的让人去外头酒楼 买来三四样病人吃的饭菜 虽然口味清淡 但是味道却不错 宋云昭这会儿心情好 闹了一场肚子空空 吃得心满意足 等吃完饭 谢琳琅又到 我得回去了 瞧着时辰大夫人 他们应该也要从伯府回来了 你自己当心些 宋云昭知道他担心什么 微微点头 我心中有数 今日多谢你的美味家餐 美味家餐 这句话好谢琳琅 喜滋滋地走了 宋云昭闭上眼睛小气 心里盘算着金儿个没去伯府 不知道宋清汉的算计 会落在谁的头上 不过 其他几个的容貌 也未必能让楚玉莺不满 也许书中的阴谋 未必就会实施 如果没有实施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不过 宋清汉可不是什么好人 未必就肯收手 宋云昭想着想着 就沉沉睡了过去 跟谢琳琅想的大夫人等人 快要回府不同 一直到天都黑透了 人才回来 大夫人沉着一张脸 回了冬院 进门之后 才想起来东厢房住了宋云昭 就把洛妈妈叫过去问话 你们三姑娘可好些了 洛妈妈瞧着大夫人 神色不善 肯定是在伯府遇到什么事了 姿态越发谨慎恭敬地回到 姑娘吃了药就睡了 现在还没醒 服了郎中的药 倒是发热 减轻了些 大夫人微微汗手 好好照看你们姑娘 等回头醒了过来 笔一声 洛妈妈连忙应下 瞧着大夫人 没有再开口的意思 行了一礼 弯腰退下 刚走到门口 就见到五姑娘气冲冲的仙帘子进来了 她忙碧到一旁 出去的脚步就放慢了一些 很快就听到五姑娘的声音传来 娘 今日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不成 你还想如何 幸好没闹出大事 不然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谁也跑不了 大夫人的声音压着火气 洛妈妈听得真真的 心头不由一领 娘 分明是宋亲汉从中捣鬼 你怎么不信我的话 洛妈妈已经走到了廊下 此时也不敢再停顿 急匆匆地下了台阶走了 但是她心里却跟着了火一样 今日在伯府肯定出大事了 脚下一转 没有回东厢房 而是穿过东院 直接往西院去了 第十五章 不知道骨头有几斤几两重 屋子里灯光闪烁 大夫人看着满面怒火的女儿 拍拍自己身边的位置 让她坐下 缓声说道 娘怎么跟你说的 遇到事情不要着急 凡事稳下来 再想办法 人一急 就容易乱 一乱就要出事 宋叶熙抿着唇 眉宇间还是一派倔强之色 大夫人叹口气 今日的事情 你说是清汉做的 可有证据 宋叶熙 她要是有证据 还能在这里闹 早就对到宋亲汉脸上去了 娘 我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有件事情 却十分微妙 我们到了伯府之后 跟伯夫人见过礼 宋亲汉就带着我们 去伯府花园玩 然后就遇上了楚玉营 那楚大姑娘张口就问云昭 您说她是怎么知道云昭的 还有这事 大夫人眉风微醋 你跟娘仔细说说 宋叶熙缓口气 压一压浮躁的心思 这才开口继续说道 娘 当时我们一群人去了花园 还没怎么赏景 楚大姑娘就带着一群丫头婆子过来 好大的气派扫了我们一眼 就问云昭是哪个 您不觉得事情很奇怪吗 楚大姑娘 为什么上来就问云昭 又是怎么知道云昭的 清汉跟云昭是亲姐妹 伯夫人又是他们的亲姨母 楚大姑娘知道云昭也不奇怪 大夫人开口道 话是这样说没错 但是当时 景萱跟楚大姑娘说 今日云昭病了时 于而亲眼看着楚大姑娘的神色 就有些不对劲 失望中又加着几分怒火 若是招待客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神色 大夫人微微汗手 后来呢 后来宋清汉就站出去 笑着跟楚大姑娘说话 俩人走到一旁去了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楚大姑娘面色不渝地走了 理都没理咱们 大夫人的脸色就难看起来 虽然楚家是伯府 但是两家也是转折亲 也未必太不把人放在眼里 自己的丈夫 现在虽然只是个从无品的官 但是能进严实司 只要再过几年升官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严实司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进去的地儿 定南伯府瞧着风光 勋贵之家 三阴士族 但是如今楚家 除了出了个贵妃之外 还有什么建树 族中子弟没几个成器的 唯一的支撑贵妃也已经病逝 眼瞅着定南伯府的爵位 能不能保住还不好说 三代将等成席 等到那时楚家又算什么 大夫人强压下一股子怒火 看着女儿却说道 她里不理你们有什么关系 只要伯夫人能举荐你参选 就足够了 女儿看未必 伯夫人明显更喜欢宋青汉 如果只选一人的话 只怕就是她了 宋叶熙心有不甘地开口 大夫人文言看着女儿问道 那今日景萱的事情 到底是意外 还是故意为之 宋叶熙提起这事 脸色就变了 当时我跟景萱距离有些远 听到她惊呼一声 就赶紧赶过去 只看到一抹青色的跑脚 消失在长廊拐角处 我见到景萱的时候 她一只脚已经踩进了河塘里 娘 我不会看错的 当时就是有人要害景萱 后来呢 后来 宋青汉带着人就赶过来了 张口就训斥景萱 贪玩事宜 哪有做姐姐的乔着妹妹 一脚踏进泥塘 不想着赶紧安抚 却上来就训人的 女儿冷眼 瞧着宋青汉分明 就是想把事情定位景萱 是自己不小心失足踏进泥塘 景萱没说什么 她倒是变了几句 结果还没说完 楚玉营就到了 张口闭口宋景萱贪玩失礼 好好的闺秀居然还下水 当时女儿的脸都要烧起来了 大夫人这会儿的脸都黑透了 然后呢 还能有什么 然后宋青汉跟楚玉营一前一后 三言两语的就给景萱 定了顽劣不知理的罪名 当时我瞧着楚玉营 看着我们的神色都不对劲 二姐姐跟三姐姐 想要替景萱说话 被我扯住了 他们都是输出 又有什么分量 站出去还不是平白得楚玉营嘲讽 可我又咽不下这口气 楚玉营我得罪不起 那宋青汉我还能怕 当时我就说了一句 汉姐姐可真是三房的好长姐 然后就跟两位姐姐扶着景萱走了 大夫人盯着女儿 你当时看清楚了 跑的那人穿着青色袍子 我还能骗您不成 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穿袍子的都是男子 后院之地怎么就混进男子去了 大夫人猛的一拍桌子 看着女儿说道 看来今日之局 针对的不是景萱 而是 宋叶熙脑子一闪 脱口说道 云昭 大夫人当着女儿的面 没有伸说 拍拍她的手 不要瞎猜 没有证据之事 说出去只会被人抓住把柄 你带着景萱离开后 可曾问她怎么回事 说起这个宋叶熙就道 景萱只说她正在河塘边赏景 忽然就窜出一个人来 吓得她往后一退 就一脚踩进了河塘 当时她那一声惊呼 大概把来人吓到了 她转身就跑了 可有看到长什么样子 景萱说当时吓都吓死了 只知道是个男子 长什么样子 根本就没看清 既无人证也无物证 你三叔还未抵精 这件事情 怕是会不了了之 大夫人神色严厉地看着女儿 这件事情出了我这个屋 不许再提一个字 娘 难道就这么算了 宋叶熙想想就觉得可怕 她们这一房两个树出的姐姐 当时都知道想要护着宋景萱 结果宋景萱嫡情长姐 却恨不能一脚把她踩进泥里 都是姓宋的 宋景萱的名声毁了 她们又有什么好处 算了 大夫人吃笑一声 算不算的 要等到你三叔抵精后 车姨娘的手段如何了 宋叶熙一愣 大夫人拍拍女儿的手 云昭还在养病 你过去看看她 就去休息吧 宋叶熙一脸不高兴 娘 大夫人看了女儿一眼 宋叶熙瞬间粘了 只得起身道 那我先去看看云昭 大夫人看着女儿的背影 轻轻叹口气 等她出了门 对着赵妈妈说道 真是没看出来 宋青汉还有这份本事 既然做了这样大的事 总得给她扬扬名 宋青汉今日敢对宋景萱下手 女儿哥就敢对她的叶熙下手 不让她长长记性 都不知道骨头有几斤几两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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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